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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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图就翻广昌先生是把这个卷子订到归一军时期的 9到14季的 他的断代 根据上面的一个统计的话 大抵登环本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现象 系统一的话只有一个文本 系统二的话也有一个 然后系统四最多 系统三是19个 四四二十四个 系统五一种 系统六就是我们下边要讲到的小列盘金 然后我们看图鲁翻本 图鲁翻本的话 它有那个 有四个五个号 这五个号呢都是产本 而且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大致判定为 两个本子是系统三的 另外三个本子呢是系统四的 前面两个CH开头的是德国长的 然后下边大骨长的第三个 另外两个呢是旅顺博物馆所长 他们的首题的话都是佛母经 它的题名是比较清楚的 下边像这个的话就是德长的 2166号的 它的首是缺的 根据它的内容判断 是大致可以判断成是系统三的文本的 除了敦煌本图鲁翻本之外 还有一个本子叫做中右四本 这个本子很有意思 它是日本那两线的一个中右四 它保存的有一个佛列盘图 这个列盘图的由三个部分组成 左中右三幅构成 其中中间那一幅图呢 它有三十九的榜题 主要是用来书写画中的那些 就是列盘经变画里边的菩萨的名字 还有提示这个绘画表现的情节的 而左右两幅的话 它都是用一个彩色纸来提写的榜题 来提示这个列盘图中的内容和它的经典来源 其中有那个左幅图的右上的榜题呢 它写的有八行文字 这个内容主要就是讲佛将要列盘 然后就派他的弟子优婆利到高利天 去给摩耶夫人报上 那么后来呢 这个夫人听到信息之后 就来到了梭罗林里面 就是奔上举哀 有意思的是 就是这个榜题的最后 它是说 它因为那个只有八行文字 它不可能把整个经文抄完 那么它就只说 事在小列盘经 不能繁路师也 不能全部的把它记述下来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中用式列盘图 它的左幅的榜题 文字呢 在网上放大的话是可以看得清楚 我们这个图板不太看得清楚 但最后的两行 它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事在小列盘经 不能繁路之业 我们曾经把它和两种本子 因为它不是事在小列盘经吗 它就讲了是小列盘经 中用式的列盘图 刚才我们看到的左幅的 左幅站 这是日本学者 他们把它叫做站文 其实联系敦皇木高窟的 那个壁画 还有金边画里面的话 它应该就是榜题 他们说成站文 恐怕不太妥当 那么根据这个比较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如来 它前面几行是讲的 如来以我双灵 告诸大众无惊悲痛 欲入列盘 云云 那么这个云云就是表示省略的 表示有所省略 将入列盘云云 所谓云云 我们笔找加心脏的 里面所收窄的 小列盘经的内容 就可以知道 它是指的是 家业来时 要对他说 无语辱不相见 去也 一切经书 富足阿兰 等等 那么后来就是 这个云云就代表的 这相应的内容 还有呢 就是这个列盘图 因为它空间有限 它对有些内容进行了 省略这个榜题里面 比如说第二行里面 这个第二则里面 它说 摩耶夫人在刀利天 就在如来 列盘之前 它就有一个仙照 有一个仙照呢 就做了六种噩梦 具体六种噩梦 是什么内容 在小列盘经 还有我们的 佛母经的系统 寺里面 都有具体的记载的 这里因为 空间的关系 它就把它省略 直接略掉了 不写了 其实笔找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右诗列盘图的 榜题 左幅的榜题 其实就是 根据小列盘经来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比如说这个 佛母他说完 说梦还没有说完 然后就碰到了 看到那个来报信的 优婆梨 优婆梨 然后讲到这个 优婆梨他的面貌的时候 他说 和音形容憔悴 面无精光 唇口干燥 全无微德 这两句话的话 在这个 在这跟 小列盘经的 加心脏本 还有我们的 佛母经的 系统式的这个文本 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从这个对比 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 中右诗的列盘图的 左幅的这个榜题 其实就是根据 小列盘经来做的 来提写的 内容是相关的 那么在时间上来说的话 这个中右诗的 列盘图 它是绘制于平安末期 十二世纪末到年仓前期 十三世纪初的 这个图 它的左幅榜题 就说明 它是根据 小列盘经来的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小列盘经 最晚的话 就是十二世纪末到 十三世纪初 就已经出现 并且流传到了 日本赖良的中右诗 这是我们说的 中右诗本的小列盘经 在小列盘经之前 我们看到的 东黄图鲁版本 都是佛母经的提名 下面我们再来看 北经本 之后都是小列盘经了 它的提名 北经本的话 是根据日本学者 西斜常济先生 他的那个介绍 得知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得有这个 原课的佛说小列盘经 这个是郑正舵先生的旧常 郑正舵先生的旧常 那么它是一个课本 然后有韦提 它前面首页是有残缺的 前面是有残缺的 韦提是明确的提名为 佛说小列盘经 而且它是印语背面的 背面刻的是 摩赫波罗波罗密多经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就是刚才说的 国家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 那么它前面 是藏调的 可以大致看起来 它这个课本是 半页五行的 这就是最后 后一幅 佛说小列盘经 然后它后面就是这个 给它说的 记语 如来震列盘 求断于生死 若能至心倾 常得无量乐 就是这个是国家图书馆 所藏的小列盘经 另外还有意思的是 根据这个 也是根据 西藏记先生的介绍 在德国的拜恩图书馆呢 也藏得有一个 佛说小列盘经 它是明代的抄本 刚才是原课本 那么是明代的抄本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是每半页四行的 这个后面一部分呢 它结束的地方 它有点残掉了 前面是可以肯定的 佛说小列盘经 每半页四行 然后这样抄下来的 这是明抄本 拜恩图书馆的 明初的抄本 另外呢 就是佛新藏本 佛新大藏经的十九册里边 它是有一本书 叫做诸经日诵极药 我们要注意这个标题 叫日诵极药 它皱类的话 就在的有这个小列盘经 所谓是完整的 而且它把它这个 小列盘经归在皱类 是很特别的 它后面揭抄血盘经 这个跟我们下边要介绍的 就是云南 云南的那个阿扎利教里边的 抄本 也是后面揭抄的血盘经 说明它民间流通的和 这个佳新大藏经流通的版本 有一致性 云南本的话 现在阿扎利教经典 有两种本子 一个是明代的抄本 我们这里找中的来看一下 这个本子 这个是青抄本 它是测页庄 每页呢 是八行 然后它抄的有 前面首题是小列盘经 最后没有尾题 最后后面揭抄的是血盘经 它有一个题记是说的时代的 时间的 道光三十年的题记 就是1850年 这是 侯冲老师他 发给我的这个彩色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部 在这个的下部呢 他有一个 张老师只有一分钟了 啊 抱歉 那好吧 我这个文本就讲到这里 就是 我其实主要就是从文本来出发的话 来讲的就是 加入他的歌赞 然后再有他的图像 那么通过这样梳理下来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佛母经从唐代开始 他就有经文的流布 还有歌赞的传唱 也有图像的雕汇 从圣唐一直到 清云代刚才说的道光年间 一直从这时时代上的一个传播 然后还有从西北的吐鲁班 到西南的云南 还有到日本的奈良 德国的拜恩 这样是长时段跨区域的一个传播 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传达的主题呢 其实就是我在论文里面所写的 《列盘》和《孝经》 展示了这个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的具体过程 对不起我的时间没有把握好 然后有的内容没有来得及讲 很抱歉 请各位专家多多批评指证 谢谢 谢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